我們現在面臨中國和美國為首的西方 是否會有一個新的冷戰 像當時的美國和蘇聯那樣 我們儘管看看 有相似的地方 但亦都有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最後會出現的可能性 亦都可能應該是不同的 第一點就是 這次真是全球領導地位的爭霸 美國覺得中國在威脅美國作為一個盟主的地位 從一個一元的世界 去到一個兩元的世界 中國一直說我不是爭霸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和平的崛起 但當然中國雖然這樣說 但美國未必相信 現在來說 很多的鬥爭就不是軍事競賽 因為在軍事方面來說 美國的優勢完全超越中國 不論在每一年軍備方面 例如航空母艦 美國有十二手 中國只有兩手 而花在每一年軍費方面 美國是遠遠超越中國 所以在軍事力量來說 美國是有完全的優勢 不過在經濟力量方面 中國真的冒起得很快 甚至在科技方面 中國亦冒起得很快 所以大家如果是新冷戰 它的最焦點可能不是軍事競賽 而是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競賽 外外方面如果是兩雄爭霸 大家都要找一個朋友 當時蘇聯很簡單 就是東歐 西方就是西方的國家 今次比較複雜 今次的地緣政治 比以前複雜很多複雜 中國和美國開始有裂痕 你可以追溯到TPP 跨太平洋合作夥伴 TPP 美國開始介入TPP在2008年 亦是金融危機那一年 亦是美國開始重返亞洲 所以美國希望通過TPP 共成有12個國家 這12個地方組成一個聯盟 其實它的目標都是針對中國的 理論上TPP是開放給所有地方的 但它提出的條件 譬如在人權、勞督公市場 對於保護產權等等 基本上中國在當時的情形 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整個TPP 基本上就是一個聯盟 將中國排出中國 中國的反應就是一帶一路 所以TPP是2008開始 中國有兩個一帶一路 另外還有一個RCEP 還有另外一個組織 大家在這裡對行 一帶一路是一個 可以說是非常聰明的舉措 一帶一路是一個 不是很正式的 不需要簽約的 而國家由60個開始 可以增加到70個、80個 一帶一路就是由中國主宰 有一帶也有一路 有一個海上絲綢之路 亦都有陸上 有另一條路通過中亞 去到歐洲 非常靈活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整個世界又是走來全球化 是走向一個去全球化 但是同時 又未完全 整個世界都分裂了 還有一個所謂 regionalization 一個地區化 在一個地緣政治情況之下 中國和美國都會找朋友 都會可能有些地區性的組織去對行 這次是比以前的冷戰 蘇聯和美國複雜很多 所產生的問題 亦都可以說是更加使得人們觸目